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如果我这样说 因为很多人说是照镜 就是放进去照 还是照X光也行 还是不知用什么方法照 是否一定要新的管理照 不一定 大腸镜是一个终极的方法 最准确 亦是现时最有效可预防大腸癌的方法 但除此以外 其他方法也不是不能用 譬如现在政府宣传 叫大家留大便去验 留大便验是一个大便浅血 或者是隐性血的测试 其实是验大便内有没有红血球滲在 有红血球代表腸胃内有出血 有出血 原来我们知道有机会 是由于大肠内有伤口 或者有东西生了 就是这样 这也是一个方法 至于刚才提及的X光 反而现在很少人会去做 X光检查是我们早些年代 我们会用的背大肠造影 就是灌一些药水进入大肠 然后让病人在X光机 左转右转 照回X光的形状 为何少用呢 一来因为准备功夫 其实病人也要洗净腸 二来在做的过程中 其实有时候需要的时间 比做大肠镜 第三件事 就是本身做这件事的 检查的辛苦程度 其实也比做大肠镜 所以在现在这个年代 慢慢我们已经不做这件事了 尤其是因为准确度还要低 取而代之 现在这个年代 如果我们真的做一些 没有东西伸入身体内 我们叫做电脑掃描 一种我们叫虚拟大肠镜 这是一个电脑掃描方法 但相对来说 其实这些方法没有准确 而且有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除了说大肠癌要看到之外 我们其实是要做事的 因为为何大肠癌是其中一件 我们比较紧紧的事情 就是因为其实透过剪除脂肪 或者叫线瘤 我们是可以令到肠癌不发生的 好